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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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抓我们 你来接什么货 自己不知道吗 朝廷救济灾民的粮食 都死到临头了 白嘴硬 给我绑了 我看你们谁敢 谁都不识动 他们要抓我们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跟他们解释清楚 我们因为答应商会会长 王德信前来接标 你为什么这么罪我们 还跟我装算呢 你们拿的令牌是假的 已经有人早就把货务接走了 想骗了 你们还嫩暖点 什么人接走了货务 是拿真令牌的人把货务接走了 你拿的是假令牌 我才是真的取货人 是你们上当了 你们上当了 你们当我是傻的 想骗我 我一眼就认出你们是假的 信武 是王德信亲手给我的 好 那就让你看一看 有人调换了信武 你们这帮糊涂蛋 你敢骂我 待会就让你们先死 君爷 我看我们之间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那我们真的是被冤枉的 住 到底谁派你们来的 如果不说 看到我身后那三门泡没有 一会就把你们三个炸上天 把你们肉炸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连你们家人都认不出来 你们是谁 我再次告诉你 我手里的信物才是真的 你还最硬呢 兄弟 慢慢在这儿等水奔 没想到我元昊 丑当监护这么多年 今天要命早于此 我还没想到大富大贵 我还没娶妻生子 我早知道不跟你们来了 我这辈子白活了 人家 我们再不反抗 就要被炸成肉末了 监护 不呀 兄弟们 冲吧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醒醒 快 醒醒 快 醒醒 醒醒 远家 我是不是死了 这是什么地方这是 远家 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哪里 咱们赶紧走 快撤 好 走 你们几个一个也别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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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呀有两下子 来的 一个能打得了我们这么多人吗 快 快 快快 快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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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人家 你不能输 你要是输了 我们都会死的 和人家 你不是肯能打吗 来啊 兄弟们 我们走 快走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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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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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爷 你怎么来了 宋少官 我的货让谁给接走了 不是王掌柜派人用迅武拿走了 怎么 你没收到 货元甲才是我派出的接货人 货现在还在你手里 你竟敢私吞这批货物 好你个宋天都 你究竟 在玩什么阴谋诡计 我的确把货物交给了拿信物的人 可是你 没有把货交给货元甲 还想杀了他 我把货物交给了 第一个拿信物的人 之前已经有人带着信物把货拿走了 你要明白 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 货物落入他人之手 你知不知道这事情有多严重 如果让王爷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被朝廷追究起来 你只有死路一条 那先前那波人是谁 什么先前那波 先前来了戴骷髅面具的人 他们也拿着王会长的信物 取走了货物 所以我只能认定货元甲拿的是假令牌 现在看来货就在骷髅人手里 骷髅人是什么人 他们一定事先知道我们的秘密才下的手 这群人一定来世不小 知道货物在军营里的 除了你舅舅 你和我 还有货元甲 可是货元甲 只知道这批货是救急的粮食 我们不能把货元甲想得太简单了 照这么说 事情非常复杂 要找到骷髅人 必须现在放到货元甲 悄悄地跟着他 就会找到 优势的货物 元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从王德信给了我 我一直戴在身上 会不会 王德信给的信物就是假的 他没有这个必要 王德信他是商会会长 一直想霸占码头 方便走私户 陈大死后 你接管了码头 所以他想借此机会 除掉你 王德信是天津上会会长 德高望重 我认为他是个正人君子 不会为了一起私欲 做这种事吧 那就是军营里的人 私吞了货物 栽赃陷害我们 这很有可能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 谁不想吞了他 发一笔横踩啊 可是 他刚才说之前有人拿着信物 把粮食接走了 我根本就不信 令牌在我们手里 怎么会又多出一个令牌 我觉得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是有劫匪 化妆成我们劫了粮食 我们现在沿着河路追 兴许还能追上劫匪 那我们还不快走 别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走 快走快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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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请你们来做客 你们回不到天津 来做客 月亮 你这是什么 不好 这烟有毒 大家小心 快走 走 指甲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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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 慢点 安静 安静 怎么又假假了 安静 安静 这次能不能算少点 买不起是吧 买不起就滚开啊 别在这儿挡道啊 轰走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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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吗 这米店的价格就是这个 买不起就别在这儿买 去别处买去 老板 你请请好 我家孩子就快饿死了 求求您就卖点米吧 你办法自卑吧 老板 快 有疗伤 不巧没疗伤 抓住他 快 博大侠来了 快救救我们啊 惩罚你们这些不法奸商 我霍原价义不容辞 你们快离开这里 偷偷给我抓起来 一个都别放跑 全都给我关进大牢里边去 如果官府要抓人的话 我获某一人生担 你 给我上 够 你竟敢到老爷家的厨房偷吃的 你还想不想活 老爷 饶了我吧 我家里三个孩子三天没吃饭了 你救救我们全家吧 要不然我们全都饿死了 赶给你的 多谢老爷 老爷家 凡虎 现在街上怎么样了 按照舅舅的吩咐 让底下的米行提高了米价 百姓们在米铺门口哭天抢地 霍原价也去了粮米铺 打起来了吗 打了 百姓们抢粮 米铺的打手 就把百姓们给打了 霍原价出手了吗 出手了 这几十个打手 都没能把霍原价给制服了 出手就对了 霍原价当年可是灭了陈大和八大金刚的 区区一帮下三滥的打手 怎么会是他的对手 如此 把货物交给他 舅舅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温虎 你是我的亲外甥 本来我不想让你进入天津这个是非的江湖 可是以你的机灵劲 放在别的地方又太浪费了 所以我才决定把你带在身边的 感谢舅舅的栽培 我一定努力不辜负舅舅的期望 我的粮啊 我的粮啊 霍原价 这就是你所谓的正义吗 作为商人 你明知道现在粮食紧缺 却坐地起价 在你眼里 这些粮食是白花花的银子 可在百姓眼里 这些是救命的呀 你不给他们粮食 就是不给他们活路 你告诉我 是粮食重要 还是人命重要 这些粮食也是我的命啊 你要是还包庇他们 就是跟他们一起犯罪 少爷 咱还是走吧 刚才进来抢粮的那些百姓 他们本事本本分分的平民 可是必须像强盗一样才能活命 你教我怎么能坐视不理呢 你要是真的关心老百姓 你就去找王德信去 王德信他是商会会长 他能解决粮食问题 粮食短缺一旦解决了 我们这些小米行啊 就不会涨价 老百姓也会有饭吃 好 我现在就去找他 舅舅您料事如神 这霍元甲这么快就送上门来了 外省啊 不是我会猜 是我太了解霍元甲 霍元甲以侠义之名 在天津闯出名堂 此时他不为百姓出面 那以后还怎么在天津立足啊 在下霍元甲 想找王德信会长 你就是霍元甲 虎父无犬子啊 颇有你爹当年的婴侠之风啊 不愧是天津城里 人人称道的青年英雄 你认识我爹啊 你爹当年驰骋将场啊 他的威风可不比你现在少 我和他也算是故交 要是没有当年 他拼死为我保下的一趟飙物 我也当不了今天的商会会长 今天霍师傅前来商会 一定是有要事 不妨坐下来说 请 霍某想请王老板压低米价 让百姓有粮可吃 霍师傅想必也知道 最近城内米粮一直涨价 实属无奈之举 如今正是战乱与灾荒时期 粮食短缺 再加上水匪猖獗 皇家的御粮船不断的消失 再过些时候别说涨价了 恐怕连粮都没有了 那就不能想想办法吗 霍师傅 如果你今日不来 王某也正想拜会霍师傅 我有一事只能拜托霍师傅了 王老板请讲 王某作为天津商会会长 全操商务 对城内粮食调拨供应 自是责无旁贷 两将总督大人责令 在半个月之内将粮食运回天津 如今水匪猖獗 王某想请霍师傅帮忙 霍某该何日起程 霍师傅这是答应了 此时关系民生 霍某定当义不容辞 多谢霍师傅 此粮一定安全送回天津 路途凶险 你多挑选一些人手一同上路 出发当日 我会将街头信物和地点告知霍师傅 王老板放心 此时天津百姓正望眼欲穿 这批粮食运过来 会救多少人的性命 霍某一定安全将粮食送过来 此粮有霍师傅保送 一定是万无一失 大脸哥 你这骑士要写的什么呀 金门第一拳 霍师傅真是要称霸天津啊 不仅是称霸 我立这面骑士 就是想告诉你们所有脚工 在天津 脚行以前是被剥削压榨工人的地狱 霍原甲进来后 脚行就会成为 被工人出头的工人组织 有金门第一拳在 你们只要加入霍家脚行 以后 再也没有人敢欺压你们 金门第一拳 霍师傅实至名归 霍师傅不仅武功好 还侠义经常 我们以后都跟着霍师傅 跟着霍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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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腕连 赶紧把这面大旗给我摘下来 原甲 这面大旗不能摘 这面旗可代表我们霍家脚行 在天津的威严 挂上这面大旗 就相当于有了魂 等你金门第一拳的名号传遍大街小巷 霍家脚行以后在天津 谁还敢瞧不起 我自以为我没这本事 更受不起这面大旗 你赶快摘下来 其他事情都可以听你的 但挂旗这事你得听我的 金门第一拳 你霍原甲受不起 天津城再没有其他人受得及 天津城再没有其他人受得及 全是כ 其他人导致 在高 beh 我的天啊 这面大旗必须挂着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大把头 就松手 现在谁不承认霍元甲霍大侠 是金门第一拳的武士 天津师大脚行里 除了霍家脚行谁敢撑龙头 你有没有为兄弟们着想 你挂成这面旗帜 是 就是向天津所有脚行挑衅 你认第一谁敢认第二 我们脚行走到今天不容易 很多人不服气我还胡适担担 你这样做是会招来更多麻烦 既然已经身在江湖 大大杀杀你躲得了吗 就算你不与人为敌 别人也会过来跟你争 我挂上这面旗帜 就是要告诉江湖中人 霍家脚行不是默默无闻之流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 谁敢过来招惹我们 我们会打得他屁股尿流 江湖文苑 你比我更清楚才有多险恶 你这样做会连累多少兄弟 大家记住 我霍元甲不是什么金门第一圈 之所以把你们选出来 是因为在接下来 我们要执行一个特别任务 就是押送从南方运来的良敏 以解天际的良敏之灾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 牵连着百姓能否果腹不容有失 所以选中你们 这次任务危险重重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是 救命啊 救命啊 元侯 你这是怎么了 你该不是又去赌仙 把裤子都输光了吧 输 输你个大脱鬼 都别瞎了 都快死人了 元甲 有人让我给你带封信 信上写了什么 四标一截必死无疑 什么 必死无疑 元甲 你截的是什么要命的标 我们可是跟着你混啊 你不能拿大家的命开玩笑啊 宋戏人在哪儿 在这巷子里 兄弟们都看过了 什么人都没有 元甲 那封戏到底怎么回事 我刚才回来的路上 突然两个人二话不说 皮头盖脸就把我扔在地上 把我裤子也脱了 说我不马上回来 就把我砍了 雅云这批粮食 会不会就是个陷阱 不管这个陷阱有多大 有多深 我们也要迈过去 那个 我不是吓唬大家啊 我听说最近每隔一段时间 都有一只船 续接粮镖 但是到最后呢 都没有回来 大家都知道吧 这趟粮镖确实不简单 少爷 要不还是别去了 少夫人要知道这么危险 又该担惊兽 怕睡不着觉了 是啊 阿富说得对 元甲 天津没有粮食 不管怎么样 这趟粮我一定要去 能拿回来多少 就是多少 仙杰眼下燃眉之急 你去 我就去 有祸事不在 不会出这么大事的 我们都愿意去 你们必须选出选择 宝贝 你还是不轻 我受不了了 我要被淹死了 救命 告诉我货在哪里 就放了你 救命啊 救命啊 还不说 那我们就玩个游戏 狗尾巴托火 什么是狗尾巴托火啊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这是什么东西啊 味道怎么这么难闻 他们该不是 在我们身上撒尿吧 这么冲上 这好像是羊油的味道 羊油 羊油 你们要用羊油烧死我们 你们 对 羊油 一会儿 我会用它呀 把你们点着 就会像狗尾巴一样 托着船尾巴 很好玩的 我说 我说 我全都告诉你们 你们帮我放了吧 你个叛徒 都什么时候了 命都快没了 还有什么火呀 其实啊 其实 这都是护原甲的一个阴谋 王德信 让护原甲严运粮食 护原甲呢 就派了一帮人 去军营把货给劫走了 那个 劫走以后呢 我就过来走走样子 我 我就是粮食 你也知道啊 现在粮食很值钱的 你打我干什么呀 我们要的是货 我 我不就是粮食吗 你 你怎么又打我 你到底要什么呀你 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我 我知道 那个货呢 其实很值钱 是吧 是金子 是银子 可以卖下整个 天津所有的房子 你怎么又打我啊你 你再胡说 什么金子银子 货在哪儿 我说 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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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你是什么人 我是船上一名歌姬 我叫何枝 是谁让你来的 姚女 你下要迷运我们 到底有何企图 你们中的这块国伞 不是什么名义啊 不是还逍遥快乐伙着吗 小女子这么做 是怕霍师傅不愿上船 所以用了些小小技 还望霍师傅见谅 这人不怀恨 小心点 三位请坐 清兵一块追上来 你们就逃不掉了 但是我这里也是很安全 我这一片热心 就是为了和霍师傅 你们成为朋友 把这一片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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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为了和霍师傅 把这一片热心 不是药药吗 就在我身上 инки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拜你做我的师父 我是跟着你到这儿来的 就是大白脸他们 哎呀不好说 你还是回去看看吧 来来买点吧 买点吧 买点吧 你可真够歹夺你 为什么跟着我 大陆朝天 你哪只眼睛 看到我跟着你啊 挖了你的眼睛 看你还怎么跟 你 你究竟是什么人 打赢我在手 鬼头门身 原来你是东洋人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我的船上做客 你是谁 你就是幕后老板 霍元甲 天津港赫赫有名的权师 战马头灭臣大 在江湖上威名远扬啊 你找我干什么 我要你手里的东西 你是什么人 我们是日本帝国的武士 你果然是东洋人 我手里的东西 跟你有什么关系 只不过是些大米罢了 你还真以为那是粮食啊 不是粮食那是什么 在粮食背后 是更加贵重的东西 它在你霍元甲手里没用 但是在我的手里 价值连城 如果是我们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你 霍元甲 因为它价值连城啊 好东西都是属于强者 我用特殊的方式告诉你 为什么我要这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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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洋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呢 他们也是冲着那批货来的 现在放掉货源价 跟踪他 找到那件货 东洋人凶残成性 他们不杀我们 肯定也有一谋 他们费尽心机 想得到这批货物 不会轻易就把我们放了 这里头肯定还有更大的一谋 不就是一批粮食吗 东洋人为什么要抢粮食 东洋人说这批货物价值连城 能价值连城的绝不可能是粮食 宋天都告诉我们 窟窿面具人提前拿走货物 为什么是带着窟窿面具 标局押标根本就不可能带面具 一定不是一般人 我断定 这批货物根本不是粮食 不是粮食 货是什么 宋天都市大庆的将军 他来护送这批货物 王德信是商会会长 他来接这批货物 有可能是官府和商人勾携 这些都是见不得人的财物 我们是为利物 王德信骗了我们 那我们回去找王德信算账 回天津的路上 一定会有人追杀我们 东洋人不会放过 清军也不会放过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 王德信也不会放过我们 一定会这样 看起来要大战了 这件事的仪团太多了 第一 王德信让我们来接货物 为什么给我们抢令牌 是谁从中调包了戏目 第二 那帮带着骷髅面具来接货物的 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知道这批货物的来龙 第三 到底是什么保护 需要动用朝廷的军队来护送 又引来东洋人的追杀 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真相 连大炮都涌上了 我倒真想看看 到底是什么珍宝 让他们用这么大阵势 不管是什么 绝不能让这批货物 流落到东洋人手里 东洋人放了我们 也许是要跟踪我们 查到货物的下落 我们现在身在雾中 不变东西 需要更加谨慎 几方人马都不会放过我们 驾 驾 驾 宋天渡 果然 有一场大战了 好啊 几方人马都聚集此地 看来还有更大的事情发生 我们先静观其变 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水百里 水百里 沃几方人尽仪 心里就眄 沥抬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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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为 多重于天罗 与人人家教 亲家 岁上家酒 raging 海口叫馬 岗上酒 馬 這世全國清 全國清 海強道要清 川澳中兵 外交陣 湧重兵 東洋村勇獨到 千里黃河水湯 千里黃河水湯 江山修林 解开西风凛凛 我抹着那香香滴 冲开雪入 闻生生 我抹着你我将忠心 让我抹着那天堂 每个人负借心 让开烟花 将写 让开烟花 将写 让开烟花 将写 热烂 人烟家交情 人之上家交情 我让你长城永不到 千里黄河水滩 千里黄河水滩 江山秀岭 铁台风铃 不怕我家那乡山碧 我家那乡山碧 冲开雪路 冲开雪山 我要让你多加重心 让我多加重心 让我多加重心 这水滩 这水滩 尽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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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家 尽尽我出了头像 要不然 开车了 我看他怎么听了 王德信走四国宝 卖给洋人啊 我听说 欺人太甚 你最好把货物交出来 否则都走不掉 你 你 什么 我 你 你 你 我